我给你一句话 你是不喜欢被安排的人 有些人一辈子都愿意被别人安排 他生活得也很好 对吧 父母都安排好 整整整的一辈子都安排好 他也过得很舒服 你不是 你其实在父母的安排下 你是有自己的那点冲动 想去做事情的 那勇敢去试试 但是背后勇敢的背后是什么 你要承担所有勇敢 有可能带来的代价 你可能收入少 你的日子过得很苦 父母可能要说你 但是你现在年轻 你只要觉得你能承担代价 你就勇敢去做 说实话 我不觉得今天有任何人 应该马上给你个岗 又变成安排给你了 你不会干下去的 你就找到你想做的 好好去干 承担那些代价就好了 没多了不起 来 第二环节的最后 各位留灯的企业家 根据求职者刚刚的表现 考虑之后 请选择 很遗憾 星成志 第二环节 你止步于此 仅存的六盏灯 全都灭掉了 我真的是觉得 你长大了 你已经大学毕业了 你要面临这个社会 你要更加坚强 你还是说哪个城市都可以 真的你到了北上广 跟我一样 做二十年北漂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会面对什么 所有的问题是你自己要去面对和解决的 如果有一天你想让你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好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勇气去面对 不要博取别人的同情 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了 然后把你自己的人生的每一步走好 不要拿眼泪让大家来同情你 这个是我想给你的一个鼓励 可能很残酷 但是我觉得当你走到这个社会上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你必须要具备的一些基本能力 不管怎么说 还是特别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 再见 橙芝 我这次最大的收获 就是来自各个那个老板对我的鼓励 回去继续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走好自己接我的这条路 然后再寻找其他类型的工作 欢迎大家关注非你莫属抖音官方账号 登陆抖音搜索非你莫属 每天中午12点我们将在直播间与您连麦 提升您的职场沟通技能 解答您的职场困惑